在很多人没有看过中医的 在座有多少人是看过中医的 举个手看好吗 在很多时候呢 我的诊所碰到的是 往往从来没有看过中医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是一半 两个人留有一个 是从来没看过中医的 那来了之后 常常第一句话我问的是 中医科学吗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 从这个话题开始 我们再来谈电脑职业病 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就是如果你有电脑病 你说我整几过 我扎针过 那总也不好 告诉大家一个答案 所有的慢性病 包括电脑职业病 都是内科病的一个外在表现 这我们回头会解释 大家到时候可以对靠入座 那最后也告诉大家一个 治病不是我们的目的 目的是为了得到健康 换句话讲怎么样 不得病 好不好 这是做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 第一个问题问呢 就是中医科学吗 很有意思 在教会常会问这个问题 信主 科学吗 大家觉得科学吗 不科学你为什么坐这 但科学你怎么证明它 中医其实也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人呢很有意思 人最起码分为身心灵三部分 身体是医生来讲的 心呢 是心理治疗师 或者是感情的问题 压力的问题 他不完全能用身体来衡量 举个例子讲 我很爱我太太 怎么衡量啊 给他买车买房买 花钱就算爱他吗 未必吧 但灵性宗教的问题也是 人到从哪来 往哪去 死了又没天堂 又没地狱 科学的东西有个很有趣的特点 科学都是短暂的 我敢打赌 我们死了之后五十年 科学的观念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出生之前的科学观念 跟我们今天也是不一样的 但真理是永恒的 验证真理的方式就是 你就看几千年这个事情 是不是还在存在 中医如此 信基督也是如此 圣经两千年是没有变过的 教会的人也是没有变过的 大家理解我说什么 那么放过来 我们来谈医学 医学的问题 最起码分两类 一类属于结构性问题 怎么讲呢 就是你去看西医 一查说糖尿病了 有个指标在那 或者锯件盘突出了 它有个结构改变 X光 CT MRI会告诉你 但还有很多病 比如说电脑职业病 我打完电脑 脖子酸疼 你找西医查有问题吗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没有问题的 我晚上睡不着觉 你找西医查有问题吗 我就是很累 我吃完了就是肚子胀 这一类呢 其实叫功能性疾病 电脑职业病 就属于功能性疾病 除非你到后期了 慢慢去查什么寄电图啊 查很多问题 会有指标 早期的时候都不会 那翻过来讲 中医治病就在治 不可测量的功能性疾病 所以我常常也碰到人问我 说无疑是什么时候该看西医啊 什么时候该看中医啊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话 西医查不清楚的 找中医看 西医能查清楚的 先看西医 再看中医 这理解我说什么 比如说疼痛 你就见医生说我疼 我脖子疼 疼到什么程度啊 0到10 你说了算 我说现在我脖子疼到10 你们大家也看不见 对不对 我说我脖子一点都不疼 他说我疼到2 疼到3 随便讲 不可检测的东西 中医看 抑郁症也是 哎呀 我这真的很抑郁 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 怎么查 没有可查的 其实中医呢 顺便讲一句 治疑抑郁症效果非常好 中医认为就是 心和肝的能量不足了 阳气不足了 补心补肝 很多人抑郁症就缓过来了 那紧张也是如此 再有睡眠 你说我睡眠睡得不好 晚上老睡不着 夜里老醒 我躺床半个小时 我也睡不着 我大早上就醒了 西医查不出来的 西医可以给你做 睡眠的试验 sleep test 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你这样 那包括减肥 你为什么 人家吃饭多胖 你喝水都 涨这个 人家讲虚标啊 还有就是疲倦 中国人最爱讲的就是虚 说我很虚 肾虚也罢 心虚也罢 脾虚也罢 不论什么虚 西医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中医该看的 而且有很好的效果 我们回头会解释为什么 所以电脑职业病呢 是西医满头疼的个问题 为什么呢 没法衡量 并不是因为你用八个小时电脑 你就一定电脑出问题 这个颈椎出问题 那么翻过来我们来讲 说中医是什么呢 把它讲得非常简单 中医就是一刺激 好像我这电脑也得扎一下针了 不太听话 针灸呢 实际上就是个外刺激 中药呢 实际上就是个内刺激 不论什么疗法 它只是在刺激身体 身体一定会产生反应 所以很多人问我 无疑是什么样年纪适合针灸 什么情况适合针灸 说白了就是只要活着都适合 因为刺激它一定有反应 那么刺激的时候呢 我们治过的年纪最轻的是刚出生两周的 年纪最大是106岁的 针灸呢也对抑郁症有效 这个是实验证明 不是我说的 那它促进血循环 所以对虚弱的人有效 当然了可以治疗紧张啊 痙攣啊疼痛啊 所以治电脑病非常有效 那么在我们说的这个电脑植业病 我们讲的这个话题 中医在治的时候 电脑植业病其实归类就是一句话 它就是一肌腱炎 不论你说颈椎痛 肩周炎 网球肘 鼠标手 腰痛 这些病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肌腱发炎了 所以疼 什么意思呢 你去看我们这肌肉啊 它都不是直接 止于骨头的 肌肉一定会变成肌腱 治到骨头上 大家如果在家里烧锅菜 切过这肌肉 切过猪肉就会发现 肉是红的对吧 然后变成块白的 那个筋啊 在骨头上那块 那个位置发炎了 造成很多疼痛 但很有趣的是 筋是没有弹性的 只有肌肉会收缩 所以肌肉如果长期 出一个紧张状态 这个肌腱在骨头上 老是那么拉 就形成了个慢性的骨膜炎 就把所有的电脑病 讲完了 所以从中医 或者西医来讲 解释这个病非常简单 那怎么会造成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姿势 你脖子这么 一直攻着打电脑 时间久了 一定有相应的肌肉 在同样的姿势 不停地在做工 在国内呢 现在把这个教育 静态残余张力 大家其实想事非常简单 你回家呀 拿着手 跟挥拳头 这样 你做它个两百下 你不会觉得疼 我让你再干件事 你把手伸出来 别动 就这么待着 你猜猜你能待多久 大家猜猜看 哪个更辛苦啊 先猜猜看 为什么 它就是一个静态 残余张力 换句话 像时间越久 它是成倍数增长的 理解我说什么 你还不相信 灵桶水搁哪儿 跟少林寺和然一样的 两分钟之内 你就体会到了 但你要提一桶水 你可以来回提它个上百下 理解我解释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造成 你在用电脑的时候 为什么得电脑病 我就是一个姿势 这么待着 待到什么程度呢 待到过牢了 不是我一拿鼠标 就得鼠标的时候 我得画图 天天八个小时 没完没了 同一个动作 过牢了 姿势是第一个 过牢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造成了一个损伤 三个合在一起 才能产生电脑病 换句话讲 它是个长期肌肉紧张 积累的结果 姿势呢 非常简单去解决 大家如果在大的公司 比如像在Apple 隔壁的 你找你们人力部 说我这个电脑不对劲 我坐那不舒服 HR Department 一定来给你换椅子 叫Economics 你上网搜就好了 屏幕给多高 键盘得在什么妹子 椅子里多高 手肘的在哪 这个呢 我们在这不详细讲 你只要知道 说我用电脑有点别扭 找你们人力部 去解决这问题 过劳的问题呢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你不要长期 使用电脑 同一个姿势 你说一小时上 一天上班八小时 我怎么可能不用呢 你可不可以四十分钟 一小时起来溜达一圈 拉拉筋呢 做点什么事 同样做电脑八个小时 你每四十分钟 到一个小时起来 活动一下 跟你连续八个小时 坐在电脑跟前 写一个program 结果差距是非常大的 在他损伤之前 让他有机会修复 这个就是预防电脑病的诀窍 那么在湾区呢 有个很大的特点 很多人都有颈椎病 但是 没有检查过 如果你看我们这张图 大家猜猜看 哪一个是正常的颈椎 哪一个是出问题的颈椎 有多人认为最远端的 在你们的右侧那个是正常的 举个手 有多人认为中间的是正常的 有多人认为在左边那个是正常的 有多人不知道的 我建议您自己去拍个X光 如果你有颈椎病 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从来没拍过X光 当哪天颈椎间盘突出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更不要谈预防和治疗了 我诊所就碰到过这样 二十多年颈椎疼 一查 椎间盘突出了 你问他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疼了 没在乎 疼到半夜 火烧火燎的 送急诊 一查椎间盘出来了 你问他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 反正二十多年了 其实你在十年前 十五年前 有可能颈椎的趋度就改变了 告诉大家一个答案 最右侧的正常 大学刚毕业 挺胸抬头 大家知道我们身体有个 胜利趋度的 颈椎在 昂着头 我到Apple上班了 天天看屏幕 看了十年就成这样 我们开玩笑讲 把他叫鸡脖子 什么意思呢 脖子往前伸 看屏幕都这样 到正所来看屏幕 无疑是我脖子不好 你看着姿势就知道 因为他天盯屏幕 他习惯了 到最后这个呢 是准备 从苹果退休了 什么意思呢 还再加个驼背 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我们叫规背 你在颈椎趋度改变的时候 你就该开始预防和治疗颈椎病了 不是到你疼的时候 我们重复一遍 你颈椎趋度开始改变的时候 你结构性的 已经不能够承担电脑的工作了 你就该治疗了 等你疼的时候 你的这个病啊 发展 从中医来讲 已经一半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 换个说法 大家知道我们在座的人 有几个肾呢 两个对吧 你需要几个呀 一个 那剩下一个干什么用呢 后背的 不是挂那没事干玩的 按基督徒来讲 神有这个恩典 总是给你个储备 一个肾完全坏了 一个肾能正常工作 你照样活 你的肾功能未必是不正常的 你的肌肉也是 等你把你肌肉的功能都用掉一半了 开始疼了 已经承受不了这个工作了 在一半之前是什么呢 趋度改变 肌肉紧张 姿势僵硬 理解我说什么 换句话 疼的时候 你的病已经到一半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不断强调 你在治病的时候 要早治 中医的概念 不是等椎间盘出来了 股丝长出来了 说哎呀 吴医师你怎么过治 那都中后期了 给大家看几张解剖图 这是我2001年做的 来理解一些病 首先颈椎病会引起 头晕头疼 视力下降 原因非常简单 大家看这张图 你去看这个小肌肉 在我们中医讲 风持血 大家后脑勺这块 自己可以摸一下 你要摸到那小肌肉紧 在这里上去一个神经 叫枕大神经 它要被挤压就头疼 所以很多人一累 一变天 一紧张就头疼 大家听说 紧张性头疼吗 它就是因为这个肌肉绷紧了 那平常如果你摸着小肌肉紧 你要么找人推拿 要么自己经常揉一揉 中间把它叫做风持血 同样在这个位置 如果肌肉挤压这个小血管 就在这个位置 或者你看这个位置 很清楚 这血管一挤压 脑子工学受影响 视力 听力 都可以受影响 所以有的人就头晕 有的人就会视力模糊 看电脑看一会儿 眼睛有点花 或者听东西老嗡嗡嗡的 实际上是脑工学出问题了 那颈椎病呢 最开始表现的就是肌肉 这是肌肉的图 尤其是右侧这张图 你去看很多小神经 白色的跟馅儿一样出来的 它就是神经 神经呢很有趣 神经呢是在肌肉里待着的 大家知道吗 神经得穿过肌肉到外面来 所以如果这个是肌肉 这个是神经 平常他们是这么待着的 肌肉一紧张 是不是挤压神经了 你就疼了 所以不论你贴个膏药也罢呀 你柔柔也罢 你只把这肌肉松开了 这神经就不疼了 但肌肉跟神经的相对位置 并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 是肌肉的相对紧张度 理解我在说什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只要能保持你肌肉放松 你就可以阻止颈椎病的发展 所有的疼疾呼都适合这个说法 那大家可能知道 pinch nerve是颈椎引起的 颈椎出问题了 这神经到手上去出问题了 那么在第五手指麻最常见 颈椎第五 那肩膀大概在颈三四 小拇指大概是颈的六七 就神经阶段控制 这个西育可能 如果有颈椎病的 西育都会告诉你这个问题 那做久了 那肌肉也会受影响 这是腰部 腰部的肌肉呢非常强壮 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肌肉 所以很多时候很有趣 就像在座的坐在这 你不应该感觉到你的腰 我重复一遍 你现在不应该感觉到你的腰 你做人家感觉我的腰存在 你腰出毛病了 腰是一个姿势肌肉 换句话我站在这 我没毛病的时候 我不应该感觉到我的肌柱的 感觉到说明已经有问题了 无论你是什么感觉 但翻过来讲 糟糕的就是 这个肌肉紧张的时候 你身体也会把它忽略掉 所以腰疼 你去摸腰都很硬了 平常问的 没感觉 它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 那上背疼 这张图让大家看那个原因呢 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背疼 我告诉他是颈椎病 很多人不理解 大家看颈部肌肉 是不是到上背去的 叫斜方肌 所以你摸着肩膀上面 这块大肌肉 它是这么一个 三角形到上背的 所以颈部疼跟上背疼 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也是颈椎病 你的脖姿势这么一来 你老得掉着这个脑袋 本来是这样的姿势 你现在变成这么个姿势了 这个肌肉绷紧了 用力了 一卡神经就疼了 那坐久了 腰椎出问题之后 会引起坐骨神经痛 那坐骨神经有多大呢 相当于我拇指这么粗 你看你拇指有多粗 大概 你的坐骨神经就有多粗 那还有很多人的肩膀疼 尤其是你一伸手摸到后背 说有这块疼 用电脑 有很多人会觉得 这块特别累或者疼啊 它实际上是从颈部 这个肌肉下来的 大家来看这个红线 从这个过来 颈椎第二节 第三节一直下来 它也是颈椎病的一种 那肩膀疼呢很有趣 有的人在肩膀后面疼 颈椎引起的 记得我们说的那个斜方肌 那还有的人肩膀疼在前面 这个我们等会儿还得讲 前面疼大家知道在什么位置 中医讲叫心经和心包经 所以肩膀前面疼的人 很多人都熬夜 等会儿我们来解释 再来一个就是网球肘 老是打键盘 大家做一个动作 就能体会到我在说什么 你把你手伸出来 就像打键盘这样 然后你把你的手摸到你的肘部 在这个位置 现在来打 拿这个手摸在这 你重点是感觉这只手 上面 能感觉那个肌肉 踢里喀拉在跳动吗 网球肘不是从这来的 是从这来的 理解我在说什么 你的手指头在动的过程中 这些肌肉 在肘部 不断的在用力 在拉伸 所以你在这打一针封闭 如果你回去还继续打键盘 这个肌肉还是这么用力 反复老损 治不好网球肘 那今天呢 顺便教大家几个动作 拉筋的 非常简单 第一个呢 就是治网球肘 跟鼠标手 万管中和症啊 这个手指的 肌腱的问题呢 很容易 大家呢 坐在凳子上的时候 稍微往旁边挪一点 如果旁边有人 你把你那个手啊 伸开五指 越大越好 然后往里旋转 你要么往前撑 像我这个姿势 两个手往前撑 要么你把它放在 这个椅背上 这么撑 撑的时候 胳膊肘是得直的 第一个 先伸五指 第二个 内旋 如果你能往前撑 就往前撑 你是不是能感觉 这个胳膊肘和这儿 已经撑开了 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 你把它按到 你这个 这个座位的上面 就这么按下去 但这个胳膊肘得伸直 能不能感觉 这儿一下子撑开了 它有个非常大的 拉伸的动作 它连手指 带胳膊肘 都解决了 你得放在你的 这个屁股旁边 放凳子上 对 伸开五指 向里旋 往下撑 撑的时候 这个手指尽可能是往回撑 要小于90度 如果你没感觉的时候 是因为胳膊肘伸直了 没伸直 胳膊肘伸直 是不是一下子觉得别扭了 就在这块 这个动作悬空做也可以 就这么做也可以 做的时候 指尖往回撬 往你自己的方向撬 胳膊肘伸直 往外撑 这儿一下就别扭了 你觉得还不够 那往里旋 再多旋一点 他上把这肌肉凝转 拉伸了 那如果肩膀有问题的人 教大家一个动作 不要爬墙 说实话 爬墙是最笨的动作 去练肩膀 做什么呢 你把手肘搁到前面 大家可以跟我一块儿做 搁到中心 往上伸 贴着你的鼻子 反过来 手掌不是朝外的 手掌是 这个手腕是凝过来的 哎对了 一只手 贴着一只往上走 你走到你这个额头这附近 就会觉得非常别扭 走完了 再来另一只手 这手就自然而然发起来 换另一只手 你觉得哪个肩膀别扭 哪只手有问题 刚才这胳膊肘撑完了的时候 撑过的手 跟不撑过的手 有区别吗 没区别都没做对 手腕轻松 在我们诊所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养身班 在下一周正好也有一期 如果你要想学 其实全身都该拉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很多动作 如果你做不了了 你就知道你那块肌肉的功能 已经丧失了 或者受限了 所以如果你来做养身班 或者你去找瑜伽班 或者你去找拉筋 菲萨质质告诉你 怎么撑筋 你去做的时候 你一定能体会到 做完之后 这个局部的肌肉是松散的 舒适的 有什么动作你做不了 就代表你相应的肌肉 更需要锻炼 无论是用电脑啊 久坐啊 什么姿势 这个肌肉现在的功能下降了 那年纪大了怎么办呢 说已经几十年了 用电脑了 乖退休了 很多时候呢 是形成一个叫 经缩症 长期慢性 技术紧张 姿势也不良 行动很僵硬 一走路呢 老年人小步 小碎步 卖不开步 那这种呢 其实该做的呢 是用拉筋凳 在国内也非常流行 就被动式的 这个是朱曾祥老师 他发明的一个拉筋凳 就这么一个凳 对颈椎和腰痛效果最高 特别好 那对老年人也很方便 躺着 就不需要做那么多动作了 如果不会啊 或者行动不方便 用这个也可以 那说来说去的话 这个电脑病啊 事实上是一个紧张的积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身体越来越绷紧了 我不论用电脑也罢 我头脑里有事也罢 写程序也罢 这一种紧张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呢 人紧张很大程度上 代表你压力 在湾区生活 大家都知道压力很大 换句话 你头脑里的感受 通过身体表达出来了 你想知道你紧张不紧张 不论你觉得是不是 第一个呢 就是可以看 你这个肩部在这 大家自己捏 这肌肉厚吗 老是用电脑自己知道 在我诊所非常有趣 很多VP 公司里做的很高的 他不怎么用电脑 天天就开会 在这也非常硬 什么意思呢 头脑的压力 表达在身体上 你不可能见到一个 非常愉快的人 浑身绷得很紧 你也不可能在公司 lay off的时候 看到每个人都笑眯眯 很放松 像下雨衣的海滩上 这块肌肉 最表现你的状态 表现你现在的状态 第二个呢 就是你回家 你爬下来 让你家人在你后背的基柱上 去摸你的肌肉 所以很多人老跟我讲说 从来没颈重病 也没腰植病 也不疼 可是我去做脚底按摩 使人老说我后背特硬 它代表你长期头脑的压力 已经在身体上逐渐积累 出问题是早晚的事 还有一个呢 在湾区电脑工程师非常多 大家都翘个二郎腿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去验证一下 翘个二郎腿 翘个二郎腿之后呢 你先摸你大腿前面的肌肉 大腿上面的肌肉 翘个二郎腿 这腿放松 摸上上面的肌肉 软不软 你再摸下大腿外侧的肌肉 哪个根硬啊 脉侧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从我们的小脚趾 一直上来到头 在身体的侧面 有根筋叫胆筋 你现在摸大腿的外侧 就是胆筋 胆筋是入脑的 所以你天天写程序的时候 用的是脑子 这种压力紧张 就表现为大腿的外侧 所以在国内 现在非常流行 敲胆筋 大家听说过吗 它就是治疗紧张 那个问题 如果这些你说 我都搞不清楚 我再教你更简单的办法 你回家照镜子 你看你自己的肚脐 朝你本人的右手方向 如果有一抄 长的横纹 不是别人啊 是你自己 你照镜子的时候 因为照镜子是反的嘛 你去看左右 朝你自己的右手方向 有一道横纹 中文讲是震位 煮肝的 横纹越深长的 压力越大 坐在我诊所非常有趣 一不一拉下来 一看 哎呀 你压力太大了 你怎么知道的 一个人来见我的时候 都是笑眯眯的 你笑得再灿烂都没有用 这个是横纹 把实话都说出来 如果你还想摸 你也可以摸 你小腿的肌肉 小腿肚子非常紧的人 中文讲 肝脾筋是很紧的 不光是紧张 还偏点肾虚 那么回过头来说一句 说无疑是你说我们用电脑 我也解决不了 天天压力大 我也解决不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知道这压力 不论从哪来啊 分类分到最后 无非分这三个 还是这个身体的 头脑的 和灵性世界观的 真正人的压力紧张啊 其实都是从四个心理问题来的 换句话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 不论是恐惧 自卑 仇恨 或者内疚 这是我在神学院学的 所以后来 我读了三千神学之后 我再出来看病 我发现身体的病非常好治 人头脑和心灵的病非常难治 他怎么看待一个问题的 他处于一个什么生活状态的 对他的治病来讲 是非常难的 就像今天牧师讲的 很多人是没有一颗受教的心的 他都认为是对的 到诊所来 是我花八十块钱买健康的 你能不能给我治愈颈椎病 我说可以啊 你退休就行啊 但我不退休 我还得治好 跟你修车啊 我修完了 我还得开这个车 但这车也还不能坏了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其实都从观念和思维来 那你说这恐惧自卑 仇恨内疚 这辈子是不是或多或少 每个人都有啊 怎么解决 基督徒其实都能知道答案 咱们都念过主导文吧 大家一起念好吗 答案就在里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近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真基督徒觉得 我是神的儿子 我怕谁啊 你所有吃也罢 得病也罢 像今天分享 得肺癌这个老先生一样 我们日用的饮食 神赐给你 健康的很多东西也是 神会照顾你的 但有个前提 你得有一颗受教的心 换句话 你得知道我这不对了 而且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 神教导你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 用痛苦的方式 不论是生活中 或肉体上 你同意吗 你能找到痛苦的根源 你就能改变 你能改变 你就能获育 那电脑病我们讲完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紧张的积累 那还能说 我这电脑病老不好 不论网球肘啊 鼠标手啊 你再往下说的时候就 再挖身一层了 这个紧张啊 很多原因造成你不好啊 事实上是你生活习惯引起的 举个例子讲 我们刚才摸 在这个肩膀上面紧的人 有多少人 我告诉你个问题 这个位置呢 叫守太阳小长睛 小长睛管什么的 管消化吸收的 对不对 喝冰水 吃沙拉 吃水果 喝叶子汁 你的肩膀就越来越紧了 用电脑 只是一个trigger 是一个诱发 你的生活的体质状态 是你根本的原因 所以很多的中年妇女 一来说无疑是我的肩膀紧 扎一针脾经消化 肩膀就松开了 你回去接着吃粮呢 这病一定倒过来 那么再看一个 足太阳膀胱筋 我们后背大背 后背的两个大筋 颈住腰肢病 都是这个出问题了 短期那也是 长期就不是了 你看下一个图 大家看基础前面 有个蓝色的 对不对 中医认为属于肾经 你长期的熬夜过牢 肾经出问题了 这样的人会出现个问题 我做久了很难受 用电脑没事 做两个小时 一站起来 哎呦 这腰得活动活动 疼吗 不疼 酸 体力下降 精力下降 性能力下降 手脚冰凉 怕冷 女的月经不调 你就会发现 很多的腰椎的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 骨壳的问题 那最有趣的呢 就是这个 如果你有肩周炎 或者你的肩膀 疼在前面 我敢打赌 99%的人都熬夜 为什么呢 心筋和心包筋受损了 所以在我诊所来过 这样的女的 这个肩周炎 治了半年多了 也就是死马当 活马营 最后到这儿来 因为肩周炎是可以自愈的 大家知道 两年就不治 疼疼疼 最后也就好了 但是疼很辛苦 我就来了 我一看在前面 我说你熬夜吗 他熬 我一摸那个脉 我说你心脏也不好 他说我是偶尔心慌 但跟肩膀有什么关系 我说我们就扎你的心脏 治完了有一个前提 不是证明我医术好 我要告诉你个答案 你不可以熬夜了 扎完之后 当时肩膀就起来了 这非常奇怪 我们扎的是心脏 因为这条经络 属于心筋和心胞筋 所以如果你有电脑职业病 你说 我老不好 未必是用电脑引起的 是一个内科病的外在表现 所以呢 在我们诊所 我们经常讲一个 老祖先说过一句话 你要想健康呢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动补 动补不如审补 药补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睡眠 食补是什么呢 饮食 动补是锻炼 审补就是在解决的紧张压力 刚刚我们读朱道文也知道了 你要想解决你的压力情绪 你每个礼拜到教会来 你把你情绪的垃圾扔了 你得想个办法去解决问题 不解决根源 所有的问题逐渐积累 迟早会让你出问题 那在湾区呢 我见过最常见的健康出问题的就两种 一种呢叫信用卡式 什么意思呢 就熬夜 今儿熬一天夜 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天天熬 熬个十年二十年 你一问 这么多年平均睡几个小时啊 六个小时 几点睡啊 夜里两点睡 湾区这样人是不是很常见呢 突然哪一天不行了 hard attack 在湾区每年我都知道有drop dead 猝死 这个信用卡啊 刷刷刷刷的哪天刷爆了 一天没什么事 长期积累 第二种呢叫吹爆即求是 就在这一天里头 持续的叠加很多事 早上起来了 上班了 晚上回来了 家里来个亲戚的照顾 可能孩子还得辅导一下功课 到夜里了 我在印度还有个队 我得照顾一下 开个会 一件事没关系 这几件事分开做都能承受 都合到一起了 跨 过渡了 很多坎是不能跨过去的 跨过去就回不来了 跟悬崖上掉下去就掉下去了 那很有趣的呢 在教会我常常也问一个问题 大家都是基督徒 都说神给我们医治 怎么医治啊 你说我也疼 我也是基督徒 我也祷告 为什么脖子还疼 大家知道神什么时候给你医治 做基督徒都不知道 神什么时候给你医治 其实非常简单 你夜里睡觉的时候就给你医治 神为什么你白天起来晚上睡觉 给大家解释个道理 非常简单 我们人呢 男的大概有4.5升的血 女的大概有5升的血 大家知道5升血大概什么概念吗 两个大的可不可乐瓶 两瓶 你身子里就这么多血 全放光了就这么多 25% 只要你现在清醒不打瞌睡 这血是去心脏的 大概30%是去大脑的 你剩下也就50%左右的血 换句话讲剩一个可乐瓶了 这一个可乐瓶的血管什么呢 管你的四肢 胳膊腿 管你的肺 还得管你的腹部 当夜里神让你睡觉的时候 血去哪啊 心脏功能减少40%以上 心率血压都下降了 你头脑70%以上 神经细胞是不工作的 这一些血才能回流到你的腹部 所以你夜里你的新陈代谢 才开始工作 才开始修复 修复完了 早上你跑厕所 大小便解了 新人代谢 精神好多了 所以我跟基督徒讲 你夜里不睡觉 你再跟神对着干 神说我给你医治吧 算算不用 少睡哪小时就好了 理解我说什么 所有的医治都从休息和睡眠开始 你再虔诚的基督徒 你不睡觉 你不睡觉 你也一定得病 你也一定早死 你可以早见天赋 但不代表你在这待着 你就是一神机 这个规律是神造的 白天让你起来 晚上让你睡觉 大家理解我说什么 那在很多时候 我们的健康啊 不论是颈锐病也罢 电脑病也罢 都有个特点 很多人不理解 你少睡一点觉 你给你的健康账户 就少存一点钱 因为睡眠 几乎是你唯一的医治 但理解我说什么 你的修复 你的心情代谢 都是在夜里进行 你慢慢把它消耗掉了之后呢 中医讲就从健康的 变成虚弱的了 从虚弱的 就变成亚健康的了 脖子疼啊 腰疼啊 可稀查查不出毛病了 到最后迟早会变成疾病的 它是个渐静的过程 中医认为人得病是有度的 这个欠债啊 欠一千块钱信用卡债 没什么了不起的 谁都有这个债 欠个一万 有点多了 欠个十万 你不还 利滚利就厉害了 欠个一百万 不用多久 信用卡公司一定来找你破产 大利就我说什么 你的健康也是如此 所以不要等到你得糖尿病了 都破产了 来找中医说 你给我摸摸卖给我制住 我该怎么养生 我该吃什么补补啊 你该还债了 健康的人谈养生 疾病的人谈还债 换句话讲 该治疗了 如果你把这个当做 钱来看 健康的十几岁的 几天几夜不睡 打个盹起来 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大家年轻时候 都有这个经历 那时候你真的是 健康上很有钱 到三十多岁 早上起来说 哎呀老婆呀 我昨天没事好 今天好困呢 昨天我没发工资 我这心疼代谢 没干完活 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就没钱花了 如果你早上起来 就脖子疼 那就信用卡债在那 所以你还债呢 你身体没有办法去修复 这件事了 大家理解我说的 那当然到西医区检查 时候出问题的时候 治起来有点晚了 所以在中医人文来呢 你的睡眠 营养 压力 锻炼 从好到不好 到欠缺 到出问题 造成的就是 虚寒紧失 中医讲的诊断 自然会造成疼痛或者疾病 其实它是在提醒你 你的睡眠 饮食 锻炼或压力 就跟花钱一样的 花才过了 或者你没有照顾好 所以你得有良好的休息 睡眠 合理的饮食 适合自己的锻炼 适当的解除紧张和压力 那翻过来讲 你说不论是电脑病啊 或什么病 我第一个该做什么 如果你想好 我们讲到现在 大家觉得 你要想 电脑病好 恢复得快 第一个该做什么 最起码先得让神 给你医治吧 别再对着干了 所以该做的是 休息和睡眠 这个你做不到 你一天老睡四个小时 还跟我说 无疑是我脖子疼 活该 这话不好听 真的是 第二个才是 那翻过来讲 睡眠 大家认为应该睡多久啊 有多少人能睡八个小时以上的 在这 剩下都是跟神对着干的 那你睡眠质量怎么样 什么时间睡 大家认为几点钟该睡觉啊 十一点 多少人十一点之前睡的 多少人十点半之前睡的 就没有了 跟大家讲一个 你的生长激素 在松果体这里 是你全身激素的总司令 分泌80% 如果 有个前提 如果 你在夜里十一点 到凌晨一点 终于讲子时 你是在深睡眠状态 从你入睡到深睡眠 如果你睡眠没有问题 30到40分钟 这样倒过来推你几点该睡觉 十点半 十点半是你睡觉最迟的时间 不是最佳的时间 最佳是什么时间呢 九点 古时候讲叫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我给大家提建议是 晚上九点就入睡 你可以凌晨四点五点起来 你的健康是不一样的 虽然同样睡七个八个小时 如果你能保证八个小时睡眠 九点钟入睡 一个月之内 脸色就不一样了 神的医治的工作 是九点开始的 夜里十一点 到凌晨一点 是最快 最多 最有效的 生长激素分泌了 甲状腺 性腺 胰腺 生长激素 各种激素才跟着分泌 这个 是我们的美国政府 大家记得美国政府 逛过两礼拜 你每天晚上老是不上来工作 理解我说什么 那么很多人锻炼 说我颈椎病 我为什么锻炼没有效呢 所以我碰到的客人 强了问 无许说我颈椎不好 但是我经常跑步啊 锻炼有个特点 很多锻炼对你的病未必有用 甚至是相反的 所有的体育运动 都是让你紧而急的 那打篮球不能慢动作吧 他都快速投烂的 肌肉一定紧张的 这紧张不解除 你颈椎病本身就是紧张的积累 你再紧张 适得其反 那你该做什么 该做拉筋 做瑜伽也罢 Fizic Therapy给你 这个物理治疗师给你一些 做操也罢 那如果你可以去打打太极 战争庄 放松缓慢的运动 是让血液回流到腹部的 换句话讲 跟睡眠是一曲同工的 如果你从来没拉过筋 也不知道打太极 或者战装是怎么回事 你的运动几乎在四十岁之后 是无效的 换句话讲 八成到九成以上 你需要的东西 你根本没做过 那运动完之后呢 我们就谈吃了 那非常有趣 在我诊所常常有客人 喝蔬菜汁的 也有喝绿豆汤的 也有吃补品的 最常见的就是 吴医师我脖子不疼 吃点什么好啊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在美国有见过 饿死的人吗 吃死的人呢 痰疗病的 高血脂的 痛风的 是不是跟吃都有关呢 所以我老跟客人开玩笑讲 别随便瞎补 补完了都吸收不了的 最好的办法是饿 把三餐改两餐 把吃五两饭改成二两饭 你健康一定好转 很有趣的一个特点 在现代社会 因为物质极大丰富 吃已经不是为了温饱问题了 在座有哪一位 是为了温饱问题吃的 现在吃都是叫 Entertainment 咱搓一顿去 吃了为口舌治愈 但是以健康做代价 大家理解我的说法 所以不论吃保健品也罢 喝绿豆汤也罢 吃蔬菜汁也罢 吃补品也罢 我建议你找中医摸摸卖 你过一个月之后 卖是更好了 还是更差 现在大多数的人 都已经饮食过剩了 还吃补品 是往死里吃的 所以开玩笑讲 我见过的 吃死的人真的不计其数 饿死的人 这样一个没见过 所以你如果不想 属于那个吃死的人 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那如果你要想知道 怎么吃 到养生班来 我们跟你讨论 有多少人喝冰水的 中国人喝的比较少 那吃冰激凌的呢 开始有人举手了 沙拉呢 水果呢 你都不该吃 老祖先就说两句话 第一个叫生冷伤胃 第二个叫寒凉伤脾 生的和冷的可以理解吧 水果沙拉都是生的 冰水冰激凌都是凉的 生冷伤胃 伤胃的 尤其四十岁以后 你消化能力不行了 年纪轻的时候 阳气足 体能强 吃点什么不消化的 说把您上汤侧走就完了 四十岁以后不可以了 第二个叫寒凉伤脾 大家知道 Costco卖那个椰子汁啊 中文讲 大寒的 所以肩膀上如果这难受 你天天喝椰子汁 我敢保证 你的肩膀疼好不了 你天天往你的肚子里 喝的是大寒的东西 像石膏 大家知道是寒的吧 你们煮开了 喝进去 石膏还是凉的 生姜是热的 大家理解吗 你把生姜冻冰箱里 你吃到身体里 它也让你发汗 那是热的 寒凉是伤痞的 一个讲物理性质 一个讲化学性质 那你说 吴医师我不能吃了 但是我身体不好 该怎么办呢 中文讲 这虚寒最好的办法是 爱咎 真咎是俩字 真是扎针 咎其实讲的是爱咎 所以不要用吃的方法进步 要用爱咎的方法进步 大家记得说 如果你血回到肚子里 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修复对不对 爱咎就是人为的 把血给你引到肚子里去 只要血能回流到肚子里 你的身体的化学工厂 你的肺 不是 你的肝 你的脾 你的肾 你的肠 就能增加血液循环 就能起到修复的作用 中文讲叫补中气 那也有些血液 肚脐 肚脐 官员 他补不同的东西 但这个都是细节 重要的是 让血回到肚子来 所以人很有趣的特点 血在脑子里的 很聪明 血在心肺的 胳膊腿很强壮的 很强壮 只有血在肚子里的 很健康 理解我说什么 大家也可以去买这个艾灸盒 弄个艾灸 回家自己用 那现在国内也出了个艾灸仪 这没有烟的 我认为它的疗效比这个老祖先这种冒烟的艾灸 效果差 可能就20%30%吧 但很方便 大家要订了微信也有这么一个号 救福堂 自己可以去订 但不论怎么样 你要么解决睡眠问题 要么通过艾灸 你得把身体补起来 否则你的身体一定是每况愈下的 因为人自然是个消耗 耗损的过程 那你说吴医师我颈 我现在已经有电脑病了 怎么办 颈椎病 腰椎病 中心讲非常简单 经过推拿就好 什么意思呢 要么是我们把这肌肉颈给你揉开 要么是你自己拉筋 把它拽开 理解我说的 自己拽慢一点 你最起码三个月六个月 一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 那推拿呢 疼一点 顺便讲一个 推拿跟按摩是不一样的 按摩呢 就按住了膜 body rub 推拿要拿住这个肌肉 比方后背这个大筋 很多人是拿不住的 按的时候 哗啦就滑过去了 哗啦就滑过去了 所以真正的推拿一定是疼的 你按半天睡着了 说无疑是没有用 那叫舒服 那根本不是推拿 推拿跟被揍了一段差不多 因为我们要fight attention 理解我说的 那有机会呢 大家可以找这样的好推拿师试试看 总结一下 第一个呢 电脑病就是局部肌肉紧张 积累的一个结果 这种紧张可以是你用电脑病 可以是用电脑打键盘 肌肉逐渐紧张 也可以是头脑的压力 在身体上的一个表现 第二句话 凡是久治不遇的疼 或者内科病 都是一个内科病的外在表现 换句话讲 我这肩膀疼 其实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 熬一熬的 我这肩膀上面疼 可能是天天吃水果沙拉吃出来 喝椰子汁喝的 用电脑只是一个trigger 是个诱发 那你就得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怎么改变生活习惯呢 第一个保证睡眠 第二个 正确的锻炼 不论是拉筋或者太极 第三个 饮食不要吃生冷的 不要吃寒凉的 再加一些推拿呀 拉筋的 放松你的肌肉 你不但能解决电脑病 你也能解决你其他健康的问题 所以在这儿呢 最后问大家一句 你能不能预测你五年以后的健康 有多少人能有把握 五年之后健康不是走下坡 而走上坡的 很有趣的 在湾区很多人呢 都会有他的财务的计划 五年之后我退休 十年之后我退休 多少年之后 financial free 最常听到的 从来没人计划自己健康的 所以我在湾区治过很多成功人士 很难看病 知道为什么吗 他的健康是没有计划的 而且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比较重 很多人赚到他的钱 想不到福 钱是赚起来了 身体没了 所以我在湾区碰到一个客人 八个房子 大家知道湾区八个房子 代表他的经济实力非常高了 pay off的 不是贷款的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痛风 全部有 天天担心的是中风 旅游不行了 吃不行了 蹦蹦跳跳不行了 什么都干不了了 自己做个start up 八年时间全成功了 成功完之后呢 啥也没了 天天坐家里担心 哎呀我会中风了 也是个基督徒 他来见我的时候 我跟他讲 你跟神认罪悔改吧 因为你生活习惯活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 神说是圣灵的殿堂 但神下面还说了一句话 大家去找一段圣经 你摧毁神的殿堂 神也一定不饶恕你 神也摧毁你 身体 是神交给我们自己来负责照顾的 所以五年之后 你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 最起码到我诊所来 你不要很自豪说 无疑是我灵性很好 你天天跟神对着干呢 理解我说什么 有些东西呢是我们没有智慧 但有些东西 是我们没有一颗受教的心 我们不愿意去改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那这个结果谁承担呢 我们自己承担 所以你今天开始的生活 听我们说了 今天晚上十点半 可不可以上床睡觉啊 可不可以不要吃沙拉 吃水果 不要喝冰水啊 可不可以做拉筋呢 可不可以做推拿 不论你做什么 你现在的生活和治疗 决定了你将来的健康 在我诊所呢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我很多的客人 大概都是两三年之后才来看我 什么意思呢 今天听过一个讲座 跟我聊几句 下次来扎个针 哎 颈椎好点了 再过一段时间说 吴医师我来做做操吧 过两三年之后 每况愈下 吴医师你说吧 该怎么办吧 它实际上是个观念的问题 迟到有一天 你会发现 健康是你自己要负责的事 所以我诊所从来不为 任何一个人健康负责 我把我自己当做一个 健康的教育者 传信使的一个人 其实基督徒 从传福音来讲 也是传信使 只能告诉大家 该做什么 我们能做的帮你做 但是我不能帮你去睡觉 我也不能帮你去吃 我也不能帮你去运动 大家理解我说什么 愿神祝福大家的健康 我们最后读一段圣经就结束 说来说去 健康最根本的 事实上是从你的紧张来的 所以圣经上说呢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你心中有没有平安呢 其实决定了你的压力程度 好 愿神祝福大家的健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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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